福特公司在亚洲市场做出调整 这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全球进军的又一次失败 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宣布 由于市场条件和销售不佳将退出日本和印尼市场 该公司表示由于没有合理的盈利途径 今年将会关闭所有在这两个市场的业务 这也是一个无奈的决定 在过去的12个月中 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想要进军日本市场 因为这是世界顶级汽车市场之一 无论怎样福特汽车的高管一直都抱怨 一些规定对进口商不利 看来这对于该公司也不是例外 福特的发言人尼尔麦卡锡在声明中表示 日本是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中最封闭的 所有的进口品牌不到6%在日本年度新车市场之上 声明上还补充说道 12国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贸易协定 在其目前的形势上并不能够有效地提高福特的竞争力 在印度尼西亚福特拥有0.6%的市场份额 2015年销售下降50% 销量为6100辆汽车 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印尼销售市场也占主导地位 这里是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是其汽车市场只是日本的一小部分 分析师西蒙谈论到关于福特在亚洲所做的决定时说道 这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全球进军的有一次失败 对于他们来说 日本和印尼市场卖出5或者是6000辆汽车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福特在这样的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比例实在是太低了 福特目前在日本拥有392名员工 以及44家经销商 在印尼则为35名员工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我是沙梅雷迪斯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节目见